停尸间里运来了一具老人的尸体 可诡异的是 死者的身上正插着一把刻满符文的匕首 而且胸前还带着一个蓝色的宝石吊坠 才迷心窍的入恋是杰克想要站为己有 结果下一秒 等到灯光恢复正常的时候 父亲也从外面赶了回来 杰克害怕挨骂 于是迅速地将吊坠给踢进了下水道 可此时的他却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闯下了弥天大火 就在杰克离开后 父亲老白也发现了那把刻有符文的小刀 顿感不妙地他赶忙打电话询问了自己的好友 因为对方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 听到了老白的描述后 好友立马就知道了 这把匕首是用来封印恶魔的 得知尸体上并没有吊坠 好友这才放下心来 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条吊坠已经被老白那该死的儿子给丢进了下水道 在将尸体给放进停尸柜后 老白也准备回到楼上睡觉 但很快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停尸间的门口隐约间站着一个高大的沙 随着忽明忽暗的灯光不断闪烁 老白想要转身逃跑 可大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被吓坏的他赶忙拿起了一旁的照明灯 等到第二天的杰克醒来后 竟发现自己的父亲已经死在了停尸间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而就在葬礼时 杰克怀孕的妻子也碰到了奇怪的事情 他拉开一面镜子 发现周围的所有人都站在原地静止不过 晚上睡觉的时候 杰克还梦到自己在地板上课下了一个诡异的法阵 醒来后的他却发现 似乎这一切都与那具老头的尸体有关 于是杰克就查询了对方的地址 然后就来到了老头的家里查看情况 果然他在地板上看到了和自己梦中一样的法阵 不仅如此 杰克还在下面找到了一卷老人生前的录像带 原来他是准备利用法阵复活自己的妻子 可没想到却因操作失误召唤出了恶魔 直接将孙女给害死了 为了不让恶魔为祸人间 老人就利用自己的身体 成功地将恶魔封印 结果却被贪婪的杰克不小心又给放了出来 看到这的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此时家中怀孕的小美迎来了一个老太婆 她自称是自杀老人的妻子 准备前去停尸间里认领尸体 可小美却并不知道 这个诡异的老太婆并不是人类 一名孕妇走进了电梯间 殊不知她的身边 正站着一个诡异的老太婆 而且还在不断抚摸着她的肚子 可此时的小美却并不知道 这个老太婆不是人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小美就将老太婆给带到了停尸间 然而对方却说自己的双手不舒服 并让小美帮忙拉出丈夫的尸体 可就在老头的尸体被拉出来的时候 小美的肚子却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而这时的老太婆却告诉小美 要想保住腹中的孩子 就必须拿出下水道里的吊坠 然后利用火焰烧掉里面的符咒 没办法的小美也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 就在符咒被点燃的一瞬间 老头的尸体也跟着燃烧了起来 紧接着一旁的老太婆 变成了一个羊头人身的怪物 被吓坏的小美赶忙捂着肚子跑进了电梯内 她来到楼上 竟发现屋内多出了一个诡异的法阵 小美绕过法阵想要出去 可房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她想打电话向丈夫求救 突然一股神秘的力量 直接将手机给拉到了法阵中 小美非常的清楚 对方是想让她走进法阵 所以小美并没有上当 这时电梯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小美迅速躲到了桌子下 很快杰克就带着父亲的法师 好友赶到了家中 看到一片狼藉的房间和地上的法阵 还有停尸间被焚烧的尸体 法师也意识到了恶魔已经降临人间 他拿起地上破损的项链 然后询问杰克剩下的碎片被放在了哪里 在将吊坠给重新粘好后 法师就告诉杰克唯一能够救下小美的方法 那就是让她像老头那样 利用自己的生命再次封印恶魔 为了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 杰克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随后法师利用老头的骨灰 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并让杰克待在里面不要出来 结果下一秒 没办法的两人只好来到楼上 利用老人的骨灰重新画了一个圈 法师的助手给了杰克一本圣经 并让他无论如何都不要走出来 说完之后的助手就被恶魔给拉进了黑暗中 杰克见状赶忙拿出圣经 不断地念动驱魔的咒语 这时杰克的妻子也走了过来 听到妻子的惨叫声 杰克只好走出了骨灰圈 可此时的他却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中了恶魔的圈套 他来到屋外 发现妻子被钉在了窗户上 杰克拿起驱魔圣经继续念动咒语 很快恶魔就在咒语的控制下 直接钻进了他的体内 趁着意识还没被对方吞噬 杰克准备利用匕首刺进心脏 可没想到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弹到了一边 眼看杰克即将失去意识 还没死的助手拿着匕首出现在了门外 他利用最后的一丝力气 成功将匕首交给了杰克 而就在驱魔仪式完成的那一刻 助手却突然地说道 原来杰克在走出圈子的时候 驱魔吊坠就已经掉落 看着早就死亡的助手 杰克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最终带着不甘倒在了血泊中 与此同时 杰克的妻子也突然醒来 她以为刚才的一切只是自己做的噩梦 看着赶回来的丈夫 小美赶忙上前迎接 结果下一秒 小美赶忙上前迎接